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分行全接触 到这个环节 继续有郭sir解答现场客户的股票问题 郭sir 你好 今天会接播到元朗分行的现场客户 有经理Peter Peter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暂时来说大市成交非常弱 只有395亿400亿都不到 这场客户的投资气氛是否相当审慎 是啊 其实都是个字 气氛都稍稍稍稍稍稍 但有些股票都想问郭sir 好 没问题 想问郭sir的就是Bobo姐 好啊 Hello 你好 是Bob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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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哪只股票 我想问317的全景是怎样 有没有货在手 有啊 有啊 是 什么价位有货 是 13个多 13个多 OK 317有中旋防武 最新股价12.3号把 暂时来说没有升跌 13个多有货应该怎么报处 郭sir 其实317以前叫港船 现在属于有军工的概念 不可以跟一般的股份 股值来相提并论 军工其实来说 大家都会给多些日价去看去 不过说回其实上的走势 一年的高位是26.25 当时比较投机 之后出现一个技术上的回吐 相对来说 其实跌幅已经超过一半了 近日来说 是处于一个技术上的跌后的反弹之中 由大概10元左右的反弹起步点到13元 如果你这样计算 已经升了30% 有少少消化是很正常的 再看看50天线大概在11.75 只要不跌穿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不过就算跌穿50天线 不代表股价会大跌 只不过又会再反复 如果纯粹是短炒的话 先看看 暂时的阻力是13元 再看高一点就13.5 即13和13.5 应该是暂时的上升阻力 要不要做风险管理 你自己决定 如果要做的话 当我跌穿50天线 大概是11.75 或者是11.8 那你就要止蝕了 愿不愿意止蝕 或是将手货作中线的部署 不理它 那当然要看你自己的意愿而定 有足够持货的能耐 不要紧的 但万一没有足够持货的能耐 尽早做风险管理会比较好些 好 谢谢郭先生 波部还有没有其他股票问题 那我等了 谢谢 好 下一位就是曾姑娘 好的 好的 喂 你好 是 是 想问哪只股份 1848 麻烦 有没有货在手 未的 未有货在手 他想现在买8.26元 好吗 好 今天看到1848有中国飞机租人 集市股价8.24元 跌幅超过1% 亚金2% 这只股份没有货在手 值不值得部署一下呢 其实他的基本业务不算差 老实说 估值也不算很高 相对10.062 一年低位 高价落下跌了两成 但大市始终不明 所以 到底他的调整够了 还是需要再调整多些 这个很难说 由于大市气氛也比较薄弱 交投不太多 那就两手准备 例如你买少少 作短炒 看上去8.6元 或者8.8元 不要緊 以现价买 不对板跌穿100元 或者7.8元 就止时算数 但如果你是看好业务的前景 你想中线买的 你就分住慢慢买 现在这一分钟 先买一柱先 到股价有机会落到 100元 或者7.8元 你再买第二柱 中线和短炒的心态 完全不同 这一两天股价表现 有少少回軟 属于一个正常的 升后的技术上的调整 最重要是看估值 以大概12倍市盈率 估值不算很高 而且市场的需求 还是比较大 所以你要买一些 作一些中线部署 我没有意见 不过纯粹买来短炒 就留意风险管理 7.8元 大概是50天线所在 跌穿了 那当然不是那么帥 考虑一下自己的持货的能力 和能力 如果你不介意 就分住慢慢买 好 谢谢郭Sir 麻烦曾姑娘 把电话交给Peter 好的 最后一位就是陈姑娘 稍等一会 好 喂 你好 好 请问哪只股份 我想请问1816 正直得持有 好 已经有了货 是 那你本身的货是什么价位有的 什么价位都有 平的有有 鬼的有有 好啊 好啊 1816有中国核电力 最新股价2.09元 跌幅1% 这只股份 什么价位都有货 高位有货 低位都有些货 那应不应该是继续持有呢 继续持有 中港核 其实你的内地 就希望减少碳排放 减少碳排放 最环保的发电 当然不是天然气 不是太阳能 封烈发电那些 其实限量发电很环保的 不过安全的要求就很高 中港政府希望未来这几年 减少大概5亿吨的碳排放 但是你国家都需要用电 好了 用多些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太阳量发电 还有天然气发电 其实一些生能源 占全种发电的比例 还是很低的 以现在中国来说 超过65-70%的电 都是来自燒煤的 但未定会慢慢慢慢减 如果你是高一点就有 中价也有 低一点就有 我只能够说一句 继续持有 因为事实上来说 由5个多人的价格 好早前的价格 到近期的低位2元 其实这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已经回调了很深的 去到现在这一刻 以往迹来说 12倍市盈率 就算在下限空间 我自己觉得就不会太大 有没有足够自货能耐 就看你自己了 好 谢谢郭Sir 是 那陈姑娘还有其他问题 还有2006呢 2006 是 感光酒店 是 什么价格有 是 不多有 不多 OK 最新估价两个半 暂时来说没有升跌 通常感光酒店 都是查迪士尼的概念 但是 上海迪士尼就开了幕 现在还值得投资呢 事实上来说 就没有太大惊喜 因为十几倍的市盈率 我觉得是不算贵 不过也没有特别便宜 至于上海迪士尼已经开了 早前曾经炒过来 很短印而已 炒完之后已经开始下放了 事实上来说 内地的股市去年有一个大跌 蒸发购财富今上天文数字 如果你看看感光股价的表现 由三个多元钱到现在两个多元钱 这个属于一个中期的调整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都仍然处于浴市底的格局 如果你说真的看走势 我就情愿观望 没有什么特别好炒 不过你忠诚于他 真的要买些来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我只能跟你说分住慢慢买 千万别急 相对早前的三个多元钱来说 现在是买平了很多的了 这是事实 但是未必有好像早前那样的爆炸力 炒上海迪士尼概念 迪士尼未开张 一天还可以炒 一开了之后就不能炒了 就看基本因素了 基本面就是一半 暂时来说都是一半 好 谢谢郭先生 麻烦陈小姐 你把电话交给我们的分刊同事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郭先生 是 Peter 暂时跟你谈到这里了 好 麻烦你 看到恒指最新暴跌172点 暴20535点 国际指数跌82点 暴8518点 大市成交405亿 我和郭Sir继续讲讲大市 看到大市成交继续偏弱 还有不够半个小时收市 暂时来说都是400亿左右的成交 未来短期大市的走势你怎么看 老实说 我觉得未必会太差 但始终每一次的上升 成交今晚都不足够 也没有条件大升 严格来说去到21000多 如果你的成交又只有五六八亿 市仍然是处于波幅性的上落 未必会大跌 老实说 但要大升的话 暂时就没有条件 顺带一提 英镑持续下跌 欧洲或英国的情况 日后会如何 大家都不知道 一部分的投资者会比较保守 和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 所以其间来说 就算市况真的有少少向上下 都是受到一个限制 你看过去的大市 曾经是几度尝试过 21000以上 但成交今晚能不能 我认为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六百零亿 第二天已经下回五百多亿 好像昨天的成交 都只有四百九七亿 成交今晚 市场的动力 我的确没有太大的冲击 不过 希望的大市 就算任何个反复都好 都是在一万九二万之间穿梭 好 谢谢郭Sir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 谢谢你长续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